可他本不该死 他是被奸人所害 而害他的人 不是旁人 正是我们宣扬之人 而他今天 就站在芝若的坟前 李丽 今日 是芝若下葬的日子 不可忽来 宣扬基因还不出来认罪 是 我不知道四嫂在说什么 请四嫂节哀顺便 不要胡言乱语 来人 四嫂伤痛功心 神志不清 快把她扶下去 当初阿末发现 童贞不下火阵 派人找父王请求支援 只要元兵已到 我们宣扬便可大盛 就不会有今天的葬礼了 可是送信之人 却在途中被人劫住了 而劫他的人 就是你 宣扬基因 我今天就要杀了你替芝若报仇 一击的在天之灵 四嫂 不要 你 把她给我拿下 耀朗 娘亲 娘 娘亲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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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 娘 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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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娘亲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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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 是娘对不起你 所以你要快点长大 以后章云殿啊 就靠你了 知道吗 娘 没事 娘 很快就可以见到你爹了 四嫂 娘 阿牟 是四嫂对不起你 以后洛阳 就拜托给你了 不要 好 大人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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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对大人说 你们这是干什么 赤云大人 可还记得两代玄木王的嘱托 当然记得 玄木现在危在旦夕 上一代玄木王又死于宣阳王之手 此仇报是不报 当然要报 我党恳请赤云大人兼任玄木王 为玄木若将两族共主 你们都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玄木中人 不会做这个玄木王 大人 同征死后 玄木实力再次下降 随时都有被灭族的危险 大人 您可不能置玄木于不顾啊 大人 请您看在两代玄木王 和百万玄木子民的份上 救救玄木吧 求大人带领我等 夺回玄木师徒 我等誓死追随大人 我等誓死追随大人 下一任玄木王自然要由云桑的子嗣来继承 这点绝不会变 但是 我也绝不会忘记两代玄木王的嘱托 还有上一任玄木王的被杀之仇 请大人下令发兵反击宣扬 为陛下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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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是孩儿没用 为陛下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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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害您丢了性命 娘 娘 您走了 知悦天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娘 娘 孩子觉得特别的无处 您瞧瞧我 我该怎么做 娘 孩子觉得特别的无处 你听到孩儿在跟你说话吗 娘 我真希望死去的人是我 娘 你母后这几日的情况如何呀 经过调养之后 身体好多了 只不过 这心病恐怕需要些时日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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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